很难想象这个25岁的女人吃了多少的苦头 18岁的时候被人从云南片到山东旅游 不成想这一来就再也回不去了 她被当地人以4000元的价格买回去做了老婆 当问及她为什么不跑时 她却这样说 女人名叫罗小佳 1993年嫁给张宝亮后 她也曾试图反抗过 可若小的女子也只有被收拾的份 想不开的她开始寻短见 只是没有成功 于是索性任命在这里踏踏实实过日子 因为年龄尚小的缘故 两人不得不通过走后门的方式领到了结婚证 他们没有举办婚礼 更没有办酒席 罗小佳就这样成为了张家的一份子 他对没有婚礼的婚姻并不感到遗憾 像他这样的云南媳妇 基本上都是被人看不起的 况且张宝亮家庭条件差 4000块钱已经把他们家的牢底掏空 张宝亮家一共有四亩田地 种植玉米小麦和棉花成为了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 可由于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 上面又都是姐姐 所以从小一直被娇生惯养着 脾气不是很好 婚后两人争吵不断 罗小佳生孩子的时候 张宝亮不管不过 只是躺在床上蒙头大睡 好在罗小佳性格坚毅 又能吃苦 把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 日子也慢慢有所好转 他们还拿出了7000块钱的存款买了台拖拉机 这样一来不但可以减轻繁重的农户 还能带来更多的经济来源 两人经常在包米地从早忙到晚 一车的包米杆子最终也只是卖了55块钱 但是这钱拿得非常踏实 时间在不经意间流逝 罗小佳的孩子也已经上了小学 这天他正在织布机前织布 儿子站在他的旁边唱起了当年很火的流浪歌 唱着唱着罗小佳也跟着哼了起来 不知不觉歌声就把他带回了那个魂牵梦绕的地方 每当他思念家乡 他都会唱起山歌 希望歌声能够翻山越岭飘进家人的耳朵里 他说自己不太喜欢这个地方 因为这里的人瞧不起外地的媳妇和买媳妇的人 还喜欢穷显摆 而老家的人就要含蓄低调的多 在这个约有700来人的小镇上 被拐过来做媳妇的有40多人 其中跑掉的有20多个 留下来结婚生子的有10多人 因为不受人待见 所以这些远在异乡的女人每年过年的时候 都汇聚在一起唠唠家常 以解四乡之苦 他们在家中准备几道家常菜 把老乡们都喊到一起喝酒吃饭 说笑打闹 也就只有这个时候才能让他们感觉置身老家 待众人散去后 罗小佳一个人坐在房间内发呆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勾起了他的思乡之情 不知道远方的父母是否还健在 但问到他为什么不回趟老家看看 他说来回的路费都要几千块 基本上是一年的家庭收入 花这个钱还不如把房子翻翻新 或者把钱用在孩子的教育上 春去东来转眼又过去了两年 如今罗小佳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十年 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的思乡之情越来越浓烈 不管云南的父母还在不在这个世上 他都觉得有必要回去给个交代 思绪良久后 他觉得是时候回去看看了 但问他还会不会回来是 他说为了孩子还是会回来的 可婆婆并不这么想 他觉得这个媳妇已经为家里添了一个男孩 留不留下来已经无所谓了 几天后罗小佳和另外两个好姐妹一同 踏上了回家的路 在火车上他激动不已地向车窗外张望 此时他心情无比地复杂 阔别了这么久 终于可以回家了 几近辗转四千多公里的路程结束 不过从车站到家里还需徒步一天的山路 罗小佳背着沉重的行李迎着日出走在弯曲的马路上 他的心情无比地喜悦 一族山寨塔瓦坐落在大山之中 这里看起来非常的贫穷落后 走了大半天的山路 正好路过二姐家 原本只是想看看姐姐 不料在这里遇见了日思夜想的母亲 也得知父亲还健在 此时此刻任何肺腑的语言都显得非常的苍白 唯有泪水才能诠释她的心情 二姐比她大三岁 九三年的时候就是从二姐家被带了出去 在大家眼里都认为是二姐和她的大姑姐串通 将罗小佳卖给别人的 其实二姐这些年一直都觉得委屈 因为她根本不知道大姑姐拿了钱 她只是觉得妹妹在山东过活 肯定比留在这里条件要好很多 虽然已经过去的十年 但是一直让她在家人面前抬不起头 第二天早上她和母亲一同回家 他们还需翻越一座大山 走上五个小时才能到 两人在中午的时候终于到了家 以前认识的村民前来打招呼 这让罗小佳倍感亲切 走进院子内 家里还是离开时破败不堪的样子 这让她内心一阵唏嘘 下午的时候有不少的妇女来到家中唱歌跳舞 他们以这样的方式欢迎远嫁的女儿回家 母亲在厨房内煮着汤圆 寓意着团圆 她和家人聊起了自己在山东的生活 也心细着家里的现状 家里只有二哥二嫂和父母一起生活 父母已经年迈 可其他几个兄弟姐妹逢年过节都不过来看一眼 更别说出钱赡养老人 二哥对此颇有怨言 但他还是选择尽自己的一份孝心 有一天罗小佳遇到了小时候的玩伴红梅 红梅认识了一个休公路的四川男人 自由恋爱后便嫁到了四川 从青葱少女到以为人妇 两人感叹着彼此的变化 但更多的是罗小佳羡慕红梅嫁了的好人家 回到家后发现家里来了一个陌生的男人 他说自己来自贵州 这个寨子他很熟悉并还有不少的好朋友 这次是打算带几个女孩到安徽去旅游 其中有一个女孩表示愿意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罗小佳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道道 只是不好明说 女孩的父亲说自己的女儿交给这个男人他很放心 毕竟大家都是认识的人 没想到这位父亲如此的愚昧无知 一点警觉性都没有 这也许就是贫穷以及落后的教育带来的弊端 于是就有了一个又一个被他人改变命运的罗小佳 他的舅妈也有一个女儿被人带到了河北 十几年过去了只往家中寄回了一张和外孙女的照片 也许他也想回家 只是各有各的难处 每当舅妈想念女儿的时候 都会用山歌来表达四娘之情 在家里待了一段时间后 罗小佳感觉到家人生活的不易 而他也需要返回山东 临走前母亲为他唱了首山歌 这样即使远在山东也能回味母亲对他的爱 母亲的歌声中全是透露出对女儿的不舍 同时他也希望回去的路上平平安安 过好此生 好 好 好 谢谢观看